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即时攻略的环节 先看看香港股市现在的走势 内地股市方面各别发展 创业板指数是轻微下跌3点 2204点 其他三大指数上正和深正 还有湖深300指数 升幅都是轻微扩大了 上正指数升11点 报3120点 深圳城市方面升6点 现在升8点 报10898点 互深300指数升12点 报3385点 港股方面仍然延续升势 升254点 报23057点 国企指数升74点 报9717点 一节嘉宾就又邀来Wafi 跟我们跟进一下焦点的股份 Wafi 你好 上节讲完腾讯 这节讲一下中联通 因为今天他们都是蓝筹当中 表现相当之好 公布了半年业绩 早前发了刑警 令到股价大跌了很多 预告上半年顺利 按年跌大约八成 出来都是跌了八成 去到14.3亿人民币 至合大约是16.7亿港元 但是首席执行官王晓初就说 其实对公司相当之有信心 又说最短的时间 就是过去五希望 今年年底的收入 和明年的利润会有变化 又说会是一个令大家高兴的数字 是否因为王晓初这番说话 令到股价在这么差的业绩之下 都有一个比较强势的表现 当然这个是其中之一 但业绩来说大数上看 真的都好像挺差的 因为之前刚才吹少说 发了刑警 当时都说过 今年半年的顺利 可能按年都跌大约八成 以今次公布的实质数字上看 顺利刚才提到 上半年14.29亿人民币 其实是符合预期的 因为业务按年来说 真的跌大约八成 79.6% 所以整体大数上说 就不是太大出入 所以一来之前已经打底 预算不太好 所以出来结果不是再差点的时候 都不至于令到 今天回来的反应太负面 这个当然第一件事 第二 就是业绩上看 当然很多时候从按年上去比较 但有时都要还比 例如按半年 按季特地去比较 但业绩上看 这次业绩上看 特别是按半年上去比较 其实是做好了很多 即是去年 可能今年上半年 对比去年上半年 跌成八成 但这番今年上半年 对比去年的下半年 其实是挺有实质 扭转反底的意味 就是一个扭规为形的现象 因为当然 大家会问到 为何去年会蚀钱 即是下半年 因为明明公布的数字 没有蚀钱 但其实去年下半年 有一件所谓一次性的收益 就是他们出售鐵塔的收益 扣除这些因素 其实去年下半年 大概是蚀30多亿元左右 如果以番绩这样比 去年下半年蚀30多亿 而今年上半年 占14亿多 其实明显地 已经在大数上看 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扭规为形象 所以一有扭规 一有符规 大数上讲 叫符合预期 这两件事 都够今天股价来说 叫做得比较好些 再加上刚才提到的黄许初 即是首席执行官 都挺有信心 说到最坏时间过去 亦都觉得未来年底 可能会有个更加令人高兴的数字出来 为何会这样说呢 因为其实他昨天也说到一点 就是为何这个半年回来 可以有个按半年来计 就是扭规为形象 或者慢慢叫做盈利水平是定了一点 他就提到一点就是 集团找到各所的核心的问题 那当然不是立即可以解决到 但其实他说的一点就是 之前因为以往联通 或者电信也好 是比较在3G方面发展 因为虽然内地4G 走了两年有多了 但就 以前4G的制式 就比较是质重于中移动那边 即是LT制式 但如果以TD制式 即是联通、中电信 制式上有点不同 所以以往就不是那么大的投放性 反而还是质重于3G那边 但他们也说到可能 看到市场都比较是 慢慢是4G的成熟 基本上在发牌方面来说 连回联通、中电信的制式 都有的时候 其实他们来着 都会质重4G方面的发展 所以可能有些叫做 业务上的结构性的转变 令到他们有信心地 在未来都会做好一点 所以这几样东西 我觉得暂时都给到市场一些信心 所以令到今天回来 为什么整体的表现 会比较强一些所致 YP提到的制式方面 他们是估计到两年之后 才可以令到所有手机 都可以用到联通网络 暂时来说 他们的Apple 都见到有一个售额的情况 4GApple又去年年底87.8 现在跌到81.3 就算现在下半年 他们都已经很坦白了 很难有上升的空间 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 比较理胆的因素 这个我觉得都正常 当你可能是小小的理胆 但我觉得又不会太负面 因为这么说 刚才提到一点 就是以分联通 可能之前都比较是 还在3G方面的上升 但反而可能近一年半载 就还在4G方面 而参考以往经验 例如中移动 或者其他很多的电讯商 你一开始发展某个制式 或者是走4G这一步 你一定是要抢了下线 而抢客的时候 自然你要牺牲少数Apple 一定要跌下去 或者便宜一点 才能吸引到他们的上客 所以这是一个正常的趋势 因为你特别看到 今年联通上半年 回来的4G的一个 静客户的增长 其实也有2,800万户 那么多 而且佔总客户来说 大概7,200万来算 都去到28% 这个增速也较回 在1,500年底 都升了10个百分点 所以见到4G方面的上客量 其实就有个稳步上升的趋势 所以变成谷紧上客量 自然4G的Apple 就要稍微起床 所以刚才提到 怎样做4G的Apple 可能由去年87.3% 下回今年只有81.3% 这个明显跌幅 但以整体的Apple 网年升了大约5.5% 去年有41.5%左右 而除了这些Apple之外 更加另一边相对流动数据 整体的Apple 亦有上升 所以我觉得 不是它整个Apple的趋势下降 个别 比如4G的Apple 稍微有跌势 因为刚才提到 就要谷上客量 所以短期来说 可能特别真的 下半年可能还要犧牲 但当它上客量去到差不多 或者慢慢OK 我相信未来4G方面的Apple 其实有机会做好些 Ruby 除了炒它 仍然是在坏时间而过 未来也会继续 铁塔公司上市的方面 因为他们说 如果铁塔公司上市的部分 越快越好 可以帮助他们释放股东的价值 如果是的话 现在股价可以升到多少 当然未来前景 另一边相对 留意铁塔公司 因为其实你说去年成立了这间商店 之后 当然由三大战争商出资成立 变相 之后就在铁塔公司租铁塔 给租资费 你其实见到这样算 其实今次 联通业职上面看 见到铁塔的使用费 相关租资成本 其实都是有明显上升 这个是有成本上的一些压力存在 但反而是另一边相 始终铁塔公司自己独立营运 都会有它的收益 甚至乎刚才提到 可能衷景会上市 这些因素 都会对这几间的电商商 有些贡献存在 所以你说拉回来算 应该正面是多过负面 所以其实如果以这样的前景上看 假设你走到上市这一步 或者到时股值上说 是比较吸引的时候 对几间电商商 我觉得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带动 这个我觉得前景上说 不算太差 但当然了 以回联通股价上说 又怎样看呢 或者去到多少呢 我相信你说今天来说 升也好 其实现在还有条件性 因为特别刚才提到一点 就算撇除业 撇除所有东西都好 只看股价的势 除了今天升势之前那一阵来说 其实它相对是比较落后一点 即是它无论较回 即是中移动当然不用说 继续是强的 但对中电商来说 联通的升势也是比较慢 所以其实它落后了这么多 这一刻我觉得叶子又出卖了 或者也不算太差的时候 稍为可以追回落后 也不出奇 所以我觉得联通 在这一阵 如果能够慢慢突破9元的大位 我觉得这一阵可以试回 大概9.6这些水平 所以我觉得其实暂时来计 如果要在这个板块里 所谓的尋补 或者是减落后的股份 我觉得联通这一直迫性 短期来说都可以试一试 嗯 我说明白 和大家看看今天 一些中资电信股的表现 看到中联通受惠于 刚刚公布的业值 好过预期 股价大升超过半成 见过一个月的新高8.94 现在最新是保8.86 中移动方面 升幅是1% 升了1.05 最新是保98元 中电信升幅超过2% 都是见过一个月的新高 最新是保4.05 我要和你做新报 刚刚我们说过股份 请问有没有持有的? 也没有的 谢谢你的分析 稍后会有普通话的直播 待会再见